中国科学院的古生物学者 在青藏高原发现大量古生物化石 相信在4700万年前的远古时期 青藏高原曾经有大片亚热带森林 一起看一下 有世界屋籍之称的青藏高原 是全球最高的高原 平均海拔达到4500米 人跡罕至 不过在远古时期 这片荒凉的土地可能曾经是世外桃源 中国科学院西商版纳热带植物园 和古籍追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组成的团队发表报告 他们在青藏高原斑锅盆地 发现70几种植物化石 可以追溯到大约4700万年前 这里面包括组化石 比如说有叶子、花、果石 甚至地下茎 形态是非常丰富的 另外我们还采集到了鱼化石 甚至还有像羽毛化石 专家认为 证明青藏高原中部在4700万年前 曾经有大片亚热带森林 海拔只有1500米 有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 全年平均气温大约是涉事19度 研究人员形容 是远古时期的香格里拉 研究发现的植物化石 当中不少种类是亚洲 以至全球最早的化石纪录 大部分植物的近亲分布 在现今亚热带和热带地区 显示青藏高原中部 曾经被树林覆盖 这些远古植物也跟北美洲 和欧洲同时期的植物相似 意味青藏高原 不单只是亚洲现代植物的 重要发源地 甚至对北半球的植物演化过程 有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说 今次发现为认识青藏高原的 生物和地形演化过程提供新证据 团队会继续研究当地的冰川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转变 亦都会监察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 廖天站那里 有线电视记者 廖天站那里 有线电视记者 廖天站那里